来了吧我们 这个是咱们家的牛皮 然后这个是单独的菜根 然后这个是大杂烩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牛皮分三种口味 微辣中辣变态辣 菜根呢菜根分中辣跟变态辣 大杂烩也是中辣变态辣 只有牛皮有微辣 其他的都是中辣和变态辣的 然后这个有大罐的跟小罐的 这个小罐的是500克的 大罐的是800克的 这个小罐的是400克的 大罐的是600克的 这个大杂烩小罐的是500克的 大罐的是800克的 然后大杂烩里面有什么呢 大杂烩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鸡爪尖 有这个鸡爪尖 然后有这个牛皮 有牛皮 三脚骨 鸡脚筋 还有鸡针 然后还有少许的菜根 还有少许的菜根 然后咱们家每一款瓦味里面 它都是有菜根的 菜根经过发酵之后 它就会变得有点酸 然后呢 都是因为有牛皮嘛 牛皮发酵之后 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黏 因为那个是牛皮里面的 胶原蛋白 就跟猪皮什么的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这三个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家发的是顺丰的露韵啊 发的是顺丰的露韵 然后现在吃一个这个牛皮 鸡针 鸡脚筋 鸡脚筋 很好吃的 吃一个肉 胃腿 吃一个牛皮 鸡脂 咸肉 蒸鸡 鸡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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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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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